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的又到了分享手工具的時候了 那這個東西呢 它叫做手搖鑽 我大概在一年多前有使用過它 那在使用的過程呢 因為有一些不便利 所以我有做一點小改造 增加了一個把手 那它在使用的過程呢 會比較便利一點 那至於怎麼使用呢 我等一下後面會來示範 先大概來講解一下它的零件 很簡單總共有四種 那其中另外一種呢 讓我讓 我的那個改造的把手來取代它的 所以它總共是這樣子的 一個是移動式的 一個環 一個主體還有一個鎖住 鑽頭的一個固定座 好那怎麼去使用呢 我們等一下來說明 那你如果對手搖鑽的檔案有興趣的人呢 我會放在底下的連結 你可以去下載原設計的手搖鑽的檔案 以及我改良過的把手的檔案 這是有大概有抓過 手的舒適度喔 握起來是還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在什麼場合會用到手搖鑽這個手工具呢 當然就是你要鑽孔的時候 那有人可能會疑問說那它鑽孔的大小 我能放多大的鑽頭 好那這邊呢 如果是原設計沒有做比例收放的話 最大呢 我測試起來它是能放到2.5mm的尺寸 然後目前最大是這樣 那有人可能會疑問說 那我如果想要更大的鑽頭怎麼辦 那我目前我想到的就是有兩種 第一種呢 第一種呢 就是你自己去參考原設計的這個 設計的方式 自行建立一個檔案 重新列印 好 那第二種呢 就是你用原設計的檔案 等比例把它放大 那你就能裝更大的鑽頭了 好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會建立3D 那可能在比例收放上 它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那就可能用這兩種方式 試著去克服看看 好 那至於怎麼去使用它呢 好 在使用之前呢 我會有一個列印的建議 好 這四種零件呢 好 其中這三種呢 大概填充20左右 就沒有問題了 那主體呢 最好是用100%的填充度去列印 好 因為它這邊有扭力 好 會受力 好 我曾經就使用過20%的填充 但是它這邊在使用的時候就斷掉了 那以目前100%的填充呢 還沒有斷掉的狀況出現 好 那就是建議這樣子 會比較牢固一點 再來就是把你的鑽頭的固定座 給它鎖上去 好 這樣子的話你的鑽頭就會被這個主體給夾緊了 然後移動的物件呢 放進去 然後這樣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最後就是把 把手放在上面 然後它是因為要固定著 然後去做 上下移動 然後 產生 鑽頭的旋轉 好 這樣子它就能達到 鑽孔的功效 有點像鑽木曲果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測試一下 好 實際測試一下 它鑽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 等一下就來 試手搖鑽的功能了 那我就拿 木頭來當作測試的條件 那在這之前呢 我需要有兩個工具 好 第一個是虎鉗 好 用來固定我的木頭 等一下會比較好鑽 好 再來是游標卡池 好 我先量一下 這個 木頭的厚度到底是多少 好 我就大概量一下 大約是12mm左右 好 我們等一下就來測試一下鑽的 狀況是怎麼樣 那 你如果對於 這兩個工具是有興趣的呢 好 先前我都有 分享過這兩個的 作品 所以你可以 到底下連結去點 去觀看 或 或是下載它的檔案來製作 都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一到位檢 直接來測試 手搖鑽它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好的 那我們所有的條件都 準備好了 那就差再把 木頭固定上去 那我就試著把它固定上去了 好 看起來不知道夠不夠 哦 似乎不夠寬 哦 等一下 可能要 再處理一下 好的 好剛剛算是一個小NG 齁 那再來一次 這個木頭應該也是12mm的 我來確定一下 小了一點 好大概是11mm 好沒關係 我們一樣來測試 好這個就比較薄了 好我的五錢就可以把它固定住了 好 那這次就可以真正的來測試看看了 我先把它固定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這個目前是蠻方便的 有興趣的 你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原設計的檔案 哦 這個是我有改良過的 好 歡迎去參考 好的 固定好的 那我們就要開始囉 好 那這裡就一刀未檢 哦 也沒有快轉 那你直接感受一下手搖轉它的 優缺點 好優缺點我後面會來講 你直接感受會比較真實一點 那我就來開始囉 好 手有點痠 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再繼續囉 好的 它已經鑽過去了 好我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已經貫穿了 很神奇吧 好竟然可以把木頭鑽過去了 好 那再來 有的手搖轉 當然我們要拿另外一種 來做比對嘛 那要拿什麼來比對呢 就是 電鑽 那我們等一下就 來看一下 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囉 好的 那電鑽來了 我把鑽頭固定好之後 就直接來試了 我先把我的 虎鉗再加近一點 這力量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就直接來測試囉 好一樣是沒有快轉 一刀未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者的 差異在哪裡 好非常的輕鬆 好的 那我們看完之後呢 等一下我就來分析一下 這兩者的優缺點 好跟它的差異 好看完鑽孔測試之後 大家應該方向都會比較偏向電鑽 因為它鑽起來比較方便 輕鬆 又快 那這樣子呢 我先分析兩者的優缺點 首先是手搖轉 它的優點在哪裡 第一個它 它材料便宜 製作方便 你如果損壞之後 還可以自己做零件來更換 而且收納方便 你不需要擔心它會有短路啊 或是受潮等等的影響 壞掉直接重印就好 而且它收納也方便 那它的缺點在哪裡 剛剛很明顯了 它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去鑽孔 而且在一開始 你剛要鑽的時候 是比較不容易的 那這是它的優缺點 好 那我們再來看電鑽 電鑽的優點就太多了 扭力大 轉速快 使用方便 鑽起來輕鬆 拿起來也方便 用起來又專業 等等的 那至於它的缺點在哪裡 價格當然是比較昂貴 再來呢 你必須要去保養它 有的人 也許它一年只鑽個一兩個洞 那這樣子呢 你就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你 使用手搖鑽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買 電鑽買來你沒用 它還是會壞掉的 電池沒有拔掉 它會不會漏電 等等的這種問題 那當然啦 你如果非常常在鑽孔 電鑽就非常適合你 手搖鑽就蠻不適合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自己使用的狀況 再來選擇 這個適合的工具 那當然為什麼我會介紹這個 手搖鑽呢 好像之前呢 我就是想要偶爾鑽個幾個洞 那我就是在評估說 買鑽頭 買電鑽的話好像成本比較高 而且我必須要去保養它 那在這之前呢 我就會先來買 先來製作手搖鑽來使用它 用起來發現說 它真的是CP值非常高 因為我很少在鑽孔 偶爾鑽真的是蠻不錯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滿足了我的需求 我就不需要去買電鑽 那後來呢因為 鑽孔的需求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 所以導致呢最後我還是買了電鑽 然後它就是被我淘汰了 那在這個淘汰的過程呢 它也是陪伴了我將近一年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CP值來講 它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還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的鑽孔 可能一年或幾個月幾個禮拜 才鑽一兩個孔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這個方式 蠻不錯的 那在這裡呢 還是要傳達一個觀念 我覺得 以手工具來講 不管是電動工具或手工具 好 工具沒有分好壞 只有適合或不適合 好 只要適合你的工具 它就是一個好工具 好 他們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因為各有各的領域 各的專長 好 各的優缺點 所以 只要適合你 就是一個好工具 好 那到這裡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 或我的影片呢 歡迎用多重方式來支持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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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